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 电话的那端陷入了寂静 在接线员反复呼叫之后 终于有一个稚嫩的声音出现在电话中 电话一端的辛德只有六岁 巴勒斯坦红星乐会立即安排当地一辆救护车前往营救 接线员一直和辛德保持通话 安抚他情绪的同时了解更多的信息 原来辛德和家人1月29号乘车逃离加沙城 然而在路上遭遇乙军 辛德15岁的姐姐拉延哈马德在打求助电话时中担 红星乐会推测除了辛德之外 其他人恐怕都已凶多吉少 在救援队赶到现场之前 电话信号突然中断 巴勒斯坦红星乐会与辛德失去了联系 而前往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下落不明 2号巴勒斯坦红星乐会在其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更新说 89小时已经过去了 六岁的辛德和前去救他的救援人员的命运 直到现在还不得而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回应说 对此事不了解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辛德在哪里 救救辛德这样的话题 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广泛扩散 人们期待着辛德能够成功获救 在这场悲剧中活下来